再来看到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也就是IPEC今年首度以施台湾举行 只是中国在会前 竟然向与会的至少有六个国家施压 对此总统赖清德出席台湾场的时候强调 台湾会尽一切的力量来跟民主伙伴 共同撑起民主保护伞 免于上威胁扩张之下的威胁 而IPEC在会中也通过决议 强调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 并没有主张中国对台湾的主权 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2024台北峰会登场 总统赖清德感谢国际友人 不为中国打压赴台语会 因为IPEC首度遗失台湾 中国竟对制守六个国家发出警告施压 我要强调中国对任何一个国家的威胁 就是对世界的威胁 台湾会尽一切力量跟民主伙伴 共同撑起民主保护伞 重生和平四大支柱 尽管强诚施压仍有来自世界23国 及欧洲议会49位议员及政要 齐聚台湾象征民主伙伴团结 我就是一位中国的威胁 他想和其他国家的威胁 认为其他国家的威胁 认为其他国家的威胁 我认为这完全不准备 承认中国持续将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 与一中原则连结 压缩台湾国际采与空间 IPEC也通过决议 强调第2758号决议没有提及台湾 没有处理台湾的政治定位 更没有主张中国对台主权 拒绝在台湾举行象征国际对台海问题的重视 也向民主盟友传达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的决心 这里是社会商台报道 谢谢大家